喜欢春天的花香 夏天的海浪 秋天的枫叶 冬天的飘雪和每一天的你 大家好,我是橘子 在知道江雨树绿了我的这一刻 我很冷静 简单地收拾完自己的行李 又将那份报告单一起塞进行李箱后 从他的别墅里搬了出去 跟他相恋四年 结婚三年 我们一起被骂过 被唱衰过 走过重重困难 可最终也败给了白月光 他出轨的对象 正是他前未婚妻 其实这么说也不对 他与他的白月光零碎碎 并没有正式订婚 只是七年前 两家人险些商业联姻了而已 但在订婚前夕 我跟江雨树相遇了 江雨树说 对我一见钟情 为了追求我 火速拒绝了这场商业联姻 当时 林碎碎知道江雨树是为了我拒绝跟他订婚联姻时 还专门来看过我 上下打量了我好久 发出一声长叹 江雨树 我们十年有情 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 你就为了一个刚认识十天的姑娘 拒绝这场婚姻 江雨树当时看着我 坚定地说 碎碎 婚姻不善而戏 林碎碎又看了眼我 颓废了 好吧 你别后悔啊 江雨树白了他一眼 我做事从来不后悔 如今看来 江雨树是自己打脸了 媒体将他跟林碎碎一起烛光晚餐 以及晚餐后同进一家酒店的照片 画是遛狗似的 发布的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 但当时 林碎碎来看我时 我并没有跟江雨树在一起 我那时自己经营一家工作室 因为业务合作关系 才有了跟江雨树的相遇 我不是他们这种豪门出生的大小姐 大少爷 甚至我的出生 很多人都是看不上的 我是个孤儿 父母在我上中学后车祸离世了 那以后 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连我上高中跟大学的学费 生活费 都是几个亲戚给我凑出来的 我毕业三年 努力工作 攒下钱要还他们时 他们都拒收了 说帮忙养你 只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拿着钱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这才有了我的工作室 江雨树最初为了我拒绝这场联姻的时候 我还劝过他 江总 我们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别拿这点新鲜感赌自己下半辈子的幸福 江雨树在外人面前 是个高高在上的霸总 但在我面前是个油得不行的沙雕 他说 如果下半辈子没有你 何谈幸福 救命 杀了我吧 尽管他是个一米八五的大帅哥 我当时还是被他油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只想离他远一点 我说 江总 我虽然没有你附油 但是不至于买不起油 他哈哈笑 怎么办 楚楚 你这么幽默 我更喜欢你了 我 我当时就考虑 放弃拉他家的业务了 他大概是看我有退的意思了 才收起了自己的油腻 认认真真跟我谈合作 虽然的合作 根本用不上他亲自出马 而我没有拒绝钱的理由 签完合同后 他认真的跟我说 楚楚 你放心 我并不是因为喜欢你 才跟你合作的 而是看重你的能力 他 还有 我跟岁岁都互相不喜欢 连姻是两家老人的意思 岁岁比我更不想结这个婚 他 我若没有遇见你 爱上你 我将就着 也许能跟岁岁搭伙 自己玩自己的 但是 我遇见了你 爱上你 我绝不将就 我用看傻子的眼神看他 心说 你们豪门中人玩得真话 他不说还好 这一说 我更想离他远点了 所以 那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对他避而不见 合作项目 也是下面员工去做的 再次有交际 还是因为零碎碎 这鸭跟抽风了一样 觉得江雨淑跟我的工作室有合作了 他也不能落下 绕着山路十八弯 把自己家的业务 也跟我的工作室合作上了 然后 让自己下面的人 约我一起吃饭时 他带着江雨淑来了 笑得一脸坦荡说 于老板 抱歉 我是来道歉的 我那天不应该出现在你面前 但我真的没有恶意 我只是单纯好奇 江雨淑喜欢的姑娘是什么样的 他 你别乱猜测 江雨淑没说错 我也不想跟他联姻 我觉得他俩有病 想出钱给他俩治治病 江雨淑似乎并没有搞清楚 我为什么拒绝他 但江雨淑后来用行动跟我证实了 他知道我为什么拒绝他 他带零碎碎来 只是想跟我说 我不是插足者 零碎碎在跟我道歉过后 远走国外五年多 打理他家海外生意 江雨淑开始追我之路 追我这条路 其实不难 我年少失户 缺爱 他一日三餐出现在我对面 就能让我感觉到被爱 何况他还不论什么节日 都会送上我喜欢的花 不是助理定 是他亲自挑 亲自送来的那种 将我介绍给他身边的每一个朋友 顺便帮我拉生意 因为他知道 他给我钱 我是不会要的 所以在他这么追了我半年后 我动摇了 跟他在一起是因为半年后的某天 我生病 一个人在医院掉眼水 外面还下着很大的雨 他当时在外地谈生意 我鬼使神差给他打了个电话 他赶最近的一趟航班 回来医院陪我 抱着我说 楚楚 别怕 我陪你 在A城最冷的一天 给了我最炙热的温暖 如今 我回头看了眼身后的别墅 江宇书这是在A城最暖的一天 要还我最深的寒凉 我搬回了我以前住的房子 我跟江宇书恋爱四年时 就已经将我的小工作室做大 即使没有他 我也已经是个小富婆 所以 我才有底气嫁给他 他父母也才忠于松口 同意我俩结婚 当然 在同意之前 棒打过我俩很多次 甩五百万 让我离开江宇书 都是小儿科 记忆里最深刻的一次是 江爸直接将江宇书赶出了僵室 冻结了他所有的卡 江宇书提着行李 出现在我房子门口 可怜巴巴跟我说 求包养 我包养了他一年多 他真就无所事事地 在我这里住了一年多 做起了家庭主夫 每天研究菜谱 美其名曰 要抓住一个女人的心 首先要抓住这个女人的胃 丝毫没有要去上进的意思了 甚至理直气壮地说 大丈夫能屈能伸 我过几天就写本书 书名我都想好了 叫我被老婆包养的半生 我 他还跟我开玩笑 你要么也写一本 名字我也给你想好了 叫我是爸总接盘侠 我 我默默朝他伸出了大拇指 那一年多 江爸为了打压他 也一起打压我 我工作室的生意 因此黄了无数担 但最终 我们熬过了 一年多后 江爸见我们不但没有屈服 反而感情更好了 我甚至越打压越顽强 工作室也越做越大 终于松口 同意我们结婚 只是婚后 应该二老原本就不待见我 自是对我没什么好脸色 好在 大家本就不一起住 我还忙着将工作室做得更大 更忙了 偶尔周末句一句 我能忍责忍 因为我爱江雨淑这个人 甚至江妈在我们婚后 背着我暗中给江雨淑塞女人 我都当没看见 因为我相信他不会变心 他最初也确实没变心 拒绝得干脆 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 从零岁岁回国开始变的 一年多前 零岁岁家里的生意出了点问题 他回来了 回来约上 我跟江雨淑仙一起吃了个饭 五年多过去 他依旧是那风风火火的模样 见到我跟江雨淑手牵手一起出现 醋梅 别秀了 别秀了 秀我一脸了 吃饭期间还跟我开玩笑 楚楚 我回来了 你慌不慌 我那时是丝毫不慌 我笑着接他的话 慌什么 他 万一我回来 是回来抢江雨淑的呢 我说 能抢走的 只能证明 他从来就不属于我 眼下 我打开手机 看着铺天盖地的 关于他俩的新闻 头条 家粗写着 江氏少爷疑似出轨 与临时大小节烛光晚餐后 同进了一家酒店 怎么说呢 脸疼得紧 而A城这些见鬼的媒体 看热闹不闲是大 就着这热度开始分析 再次巴拉出了多年前 两家原本想联姻的事 甚至跳过我这个当事人 给我一锤定音 两家这是要继续联姻了 我 我没有等到江雨淑的解释电话 倒是江妈先给我打了电话 她在电话那头说 楚楚 新闻看到了吗 我冷淡地回了个N字 她又说 这没有什么实质内容的东西 你别理会 千万不要这时候 在媒体面前乱说话 若是这段时间 有记者蹲你 你避开点 等雨淑回来处理 我知道 她这话是什么意思 第一 是来通知我 她儿子终于出轨了 让我做好被离婚的准备 第二 离婚之前 我不可以先在媒体面前哭惨 先发制人骂江雨淑 或者做出什么 对江氏不利的事 以及说出什么 对江氏不利的言论 我这些年容忍着她 不过是看在江雨淑的面子上 这会儿 江雨淑都出轨了 我还需要容忍她吗 听着她这幸灾乐祸的语气 我就来火 我直接给她对了回去 我跟江雨淑离婚的事宜 还没有提上日程呢 怎么 就这么担心 我要分你家的财产 她 许是我这三年来 对她一直都是没脾气的 她在电话那端愣了愣 才尖酸说 凭你 你拿得到吗 配嘛 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什么货色 她甚至没有给我回话的机会 隔音完我 迅速挂了电话 挂完电话 我呆呆坐在客厅里 客厅里依旧是当初我包养江雨淑 跟江雨淑一起住食的模样 江雨淑本质上真是个沙雕 还有点恋爱脑 她当初被我包养的那一年 闲得慌 将我的房子给装饰了一下 她的装饰十分符合她恋爱脑的气质 将客厅整一面墙 亲手改造成了我与她的恋爱墙 上面贴满了我跟她的照片 她手写的便利贴 以及她写给我的情话 爱上你的第一千零一天 你对我笑 我依旧会心跳加速 你今天吃了那条鱼 我嫉妒她 想变成她 遇见你 才有了反抗世界的勇气 密密麻麻的便利贴旁边 是她笑看着我的照片 那张照片的由来 倒是十分符合她高冷霸总的人设 是她的助理派的 那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七天 她来等我下班去吃饭 我从工作室出来 她靠在车旁看着我笑 一脸宠溺 她的助理不知道抽了什么风 将这一幕给拍了下来 拍完还说了一句 霸总人标配台词 好多年没有看见 姜总笑得这么开心了 姜语叔不知道 跟着抽了什么风 要了这张照片 打印出来 还贴在了我们的恋爱墙上 当时贴这些的时候 我一脸无语地看着她 还按戳戳打击她 你将来若是不喜欢我了 我们分手了 这些东西 我就拍给你的新女朋友 她一脸你在说什么胡话的模样 回头看我 坚定地说 楚楚 我不可能变心的 如今 我他妈真一语成衬了 望着这些爱过的痕迹 却没有丝毫要将这些东西 拍给零碎碎 恶心零碎碎的冲动 只觉得心口一阵阵窒息的疼 姜语叔的电话 是在第二天早上 打到我手机上来的 他几天前出差去了闭市 只是我没想到 零碎碎静也在闭市 我看着手机屏幕 跳跃着的老公两个字 想起他出差前 还亲吻着我的额头 跟我说 楚楚 记得想我 想起他跟零碎碎的照片 爆出来前 他还跟我打电话到晚安 昨晚好不容易平复下去的疼 再次如复古之躯般 钻进我的心脏 让我连呼吸都觉得不顺畅 于是我连他的电话 都不想接了 他却是十分执着 十分钟给我打了十几个电话 大有我不接电话 他就接着打 一直打的意思 终于 我没忍住 接了 电话那头 他火急火燎说 楚楚 网上的舆论 我打断他 我看见了 离婚吧 说完 我挂了电话 然后 去到公司 跟助理交代了公司的事 顺便将离婚协议书 让助理送去江雨书的公司 江雨书若能直接同意离婚 那是最好 大家就当好聚好散了 我不是他们这些豪门子弟 可以玩得很花 但我也不是泼妇 亦不想成为怨妇 更不想不久后 A层媒体的头条 换成于是老板被抛弃 当街撒泼之类的丑闻 我的助理珍珍是我舅舅的女儿 比我小四岁 我舅舅当时是赞助我上学的大头 我公司刚开始做的那些年 珍珍刚好毕业 毕业后 我舅舅说让我帮忙找找工作 我直接拉他 来了我那还是小工作室的公司 如今 一路走到现在这样的规模 他功不可没的同时 也见证过我与江雨淑的爱情 他拿着我打印好的离婚协议书 犹豫惆怅后 给我来了询问三连 姐 你会不会太草率了 你真的不跟姐夫面谈吗 你想清楚了吗 我 我看着他天真的脸 跟我得知江雨淑出轨时一样冷静 什么姐夫 哪里来的姐夫 你已经没有姐夫了 珍珍 珍珍有些无语地看着我 姐 你别一吵架就冲动行不行 你还是等等跟姐夫面谈吧 姐夫应该在回来的路上了 姐夫一回来 你肯定就心软不离婚了 我 他这话没错 我跟江雨淑结婚三年 我们吵过架 尤其是零碎碎回国后 吵得更多了 甚至吵到过我要离婚的程度 为了些鸡毛蒜皮的是吵的架 我都不记得了 但为了零碎碎吵的架 我都记得很清楚 因为 零碎碎牵扯着林家跟江家的利益合作 而江雨淑的爸妈在零碎碎回国后 一直想让我跟江雨淑离婚 成全江雨淑和零碎碎 零碎碎回国后的第三个月 恰好江妈妈生日 江妈妈在江家老宅办的生日宴 邀请了很多亲朋好友 却单独给我发了条信息 今晚别来 我不想在这么欢乐的日子里看见你 看着这条信息 再看看我提前给他准备好的礼物 讽刺的一批 所以 我没去 而在当晚 我再次收到了江妈妈的信息 一张照片 江雨淑跟零碎碎坐在一起 谈笑风生的照片 照片下 江妈妈没有说任何话 却比任何话都让我难堪 我收到这张照片的三分钟后 江雨淑给我打电话 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到场 是不是堵车了 她要来接我 她不知道 她妈给我发了信息 让我别去 我那天忙 也没有跟她说 其实 江妈妈对我前前后后的刁难 我不想江雨淑为难 一直都没有跟江雨淑说过 但那一刻 我真的想放弃她了 我把她妈发给我的信息 全部截图给她了 一个小时后 她出现在了我面前 对不起 楚楚 我不知道 我将所有的火 全部发在了她身上 跟她大吵了一架 提出了要离婚 她不同意 她说 她能处理好这些事的 但是 她说完 她能处理好这些事时 接到了她爸的电话 她妈因为她在这样的日子 给她妈甩了脸 气到晕倒了 所以 她连假都没有跟我吵完 又回去了 为此 我跟她冷战了一个月 那一个月里 她天天变着花样 给我做好吃的 哄我开心 说你是跟我过一辈子 不是跟我爸妈过一辈子 我爸妈既然如此融度的你 以后 你也没必要讨好他们 她掷地有声 你别再跟他们见面了 他们本来也只是我强加给你的爸妈 你没有义务照顾他们的心情 我想想也是 我与她 一路走来 这么多年 我曾最渴望的家 一日三餐 有人陪我的生活 她都给我了 我不能就这么放弃 所以 这事最终不了了之了 可此后 我隔三差五 就能收到 将妈妈给我发的 江宇叔和林岁岁同框的照片 多了 难免心烦 找江宇叔的茶 但江宇叔 总会好生好气地跟我解释 甚至再次拉来了林岁岁给我解释 在我又一次收到江妈妈他们同框的照片后 林岁岁约了我出去吃饭 单独的 她开门见山 我不是江宇叔的白月光 江宇叔没有白月光 这段时间常见 是因为我们两家在商议合作的事 还共议趁着我加菜的时候 恶心我说 在江宇叔心里 墙上那抹蚊子穴是你 衣服上沾的那粒饭粘子也是你 跟我没有毛线关系 她抿了口酒 而且 我就算是白月光 我有钱有盐 为什么要转头嫁一个二婚的糟糕男人 我当时十分认同她最后一句话 对急了 还跟她碰杯喝了一杯 可如今 她也要为了她家生意 转头找上江宇叔了 毕竟 她当时会回国 就是因为她家生意出了问题 来解决问题的 所以说 她们这个圈子 有底线 但不多 珍珍拿着离婚协议书出门的时候 还在嘀咕 我反正是不相信姐夫会出轨的 我没搭理她 经过一夜 最初因被背叛的愤怒 而上来的火气下去后 我冷静地思考过 我也不相信江宇叔会出轨 但我知道 我跟她的这场婚姻应该已经走到尽头了 因为 江宇叔是在晚上回到A城的 如同四年多前一样 提着行李 直接出现在了我家门口 她敲门时 我正在思考 要不要拆了她以前留在墙上的杰作 开门 她急说 楚楚 我跟林岁岁 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媒体的报道不是真的 我站在门里冷静地看着她 没说话 试图从她的脸上找到说谎的证明 没有 我跟她在一起七年 她的神色我看得懂 她又说 只是刚好林岁岁前几天也去了B市出差 碰巧遇见一起吃了个饭而已 我亲恩了一声 怕不止是巧合那么简单 不然 何至于要在她睡着后 背着她让媒体将她疑似出轨的消息 发布的满世界都知道 但我不得不承认 她的解释 让我暗暗松了口气 平复了我昨晚心脏上那些密密麻麻的疼 毕竟 至少她没有在婚内催我 让我不至于觉得自己七年多的感情跟坚持 都喂了狗 然而 她要再说什么时 电话响了 是她爸打来的 江雨淑并没有避开我接电话 所以 电话那头 她爸那句命令似的赶紧来医院 你妈高血压住院的话 我听得一清二楚 她家里这样的伎俩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不过是跟踪了江雨淑的行踪 生怕江雨淑留在我这里 误会解除 我们和好如初罢了 不然 昨晚还能给我打电话隔应我的人 今晚怎么就突然住院了呢 挂了电话 江雨淑看着我 我很想骂娘 但最终 我说 去吧 江雨淑短暂地闭了闭眼 脸上不耐烦 以及疲倦的神色一览无遗 这么多年 她也快被这窒息的掌控于逼疯了 须于 她伸手抱了我一会儿 在我脖子间跟吸猫似的 深深吸了几口 那是她做重大决定前的动作 只是这一次 不知道她的决定是不是还会一如既往地偏向我 但不论如何 我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决定 我任由她抱了一会儿后 她放开我 又在我的额头上亲了亲 说 楚楚 放心 我会处理好的 等我 我看着她 说 好 但在心里补充了一句 我等你将签好的离婚协议书送过来 她走后 我关上门 走到窗子处 自窗子望下去 江家的车停在楼下 江宇淑推着行李箱走过去 昏黄的路灯 将她跟箱子的影子拉得很长 像两条孤单的狗 不多时 车消失在我的视线 我收到了江妈妈发过来的信息 于楚楚 既然决定离婚 就不要再纠缠我儿子了 离婚协议书 我会让我儿子签的 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儿子面前 我没回她 干脆将她的电话号码拉进了黑名单 顺便在拉黑她微信的时候 看见她新发了条朋友圈 是她跟林碎碎坐在一起吃饭的照片 配文还是碎碎好 这朋友圈 不用想 是专门发给我的 我手滑 点进去看了大图 林碎碎笑得一脸乖巧地坐在她身边 很有大家风范的气质 我不嫉妒 只是觉得她好像吃错了药 那笑有点假 我跟她认识这么多年 就没见过她这么假的笑 不对 倒也见过一次 就在不久前 她跟我说完 不会找姜语书这么一个糟糕的二婚男人后 就是用这种假笑 跟我调侃姜语书以前那些似的 那些以前 我跟姜语书在一起七年 或多或少 我了解一些 掌控欲极强的母亲 说一不二的父亲 打着为她好的名义 恨不得将她从出生到死亡 都按照他们的意愿 规划得明明白白才好 读什么样的专业 做什么样的工作 娶什么样的姑娘 我记忆里挺深刻的一件事 是刚跟姜语书在一起没多久时 我们一起牵手漫步街头 陆玉街边一给人画像的小摊 她停下看了很久 眸子闪过一丝羡慕 我说 你别说 你以前想做这个 我原本只是无心的一句 她却认真说 想过 但没成功 我后来才知道 用她父母的衡量 就是 这玩意儿能功成名就的没几个 还多数死后才能成名 不能以最快的速度 让他们拿出来炫耀 所以 放弃吧 而拿捏自家孩子 家长们有的是手段 降维打压 经济制裁 道德绑架 总有一样能让你屈服 林岁岁说 其实我当初初见你 就知道了 姜语书喜欢你什么 喜欢你身上那骨子野蛮胜长 不屈不挠的劲 她不愧是跟姜语书多年的老友 没说错 我后来问过 姜语书为什么会喜欢我 看上我哪点 她嘴角勤着笑 说 你最初来我们公司 找我们谈合作的时候 我就在你不远处 看你被我下面的主管 因为你公司太小 拒绝了三次 却依旧不愿意放弃 人都说是不过三 你却来了第四次 第五次 明知没可能 还是不愿意放弃 为了一个见面的机会 穿着高跟鞋 在门外站上几个小时的等 我喜欢你那股 不愿屈服的劲 即使逆着光 也能看见希望 我心说 那也没办法 那是我的工作室才起步 能搭上江氏这条大船 可以完成制的飞跃 我又不是你们这些豪门少爷 什么都不需要做 就能拥有很多 林碎碎说完 姜语书为什么会喜欢我后 便是用照片上这种假笑 跟我调侃 看见我这个笑眉 如果当时你没有出现 我真跟姜语书联姻了 我大概现在每天 都要用这样的笑面 对他妈妈 当然 我家也没比他好多少 我家二老跟他爸妈 一个性子 太窒息了 所以 当初为什么他一拒绝 这场联姻 我火急火燎 将过错全退他身上 马不停蹄地跑了 就是这个原因 南威尼竟然跟他坚持了七年 我最初其实 赌你们好不过三年的 我 其实 在我跟姜语书没有结婚之前 我们一起被他爸妈打压的时候 尤其是被他爸妈经济制裁的时候 我很多次也想过放弃的 我也觉得 他家那样的家庭太窒息了 可姜语书不愿意放弃 在他爸将他赶出僵势 一并制裁我公司的那一年多 姜语书将他前面二十几年 没受过的苦和委屈 全都受尽了 他看似被我包养着 住在我的房子里 无所事事 但很多个深夜 在我疲倦地睡着后 他不休不眠 再帮我改方案 在我上班去后 出门找他以前的朋友 合作人 帮我谈那些因为他爸打压而失去的合作 我那时望着他疲倦的脸跟黑眼圈 就问过自己 这样狼狈地坚持 有意义吗 直到那次 他再次跟以前的朋友出去谈合作的时候 碰巧被我撞见 他朋友说 语书 你何必呢 轻轻松松过日子 不舒服吗 非得为了一个女人 尚赶着找罪受 你娶了零岁岁 再包养于楚楚 你爸妈也不至于这么打压你 他沉默了很久 说 就是因为我听他们的话 轻轻松松过了前二十几年 什么都没有坚持自己 所以 今天我才这么失败 才会让我喜欢的人 被我一起牵连 我不是为了他 而是为了我自己 是我想跟他一辈子走下去 我爸妈不是嫌弃他 没有一个豪门的绅士吗 我让他自己成为豪门就是了 这话就等于话柄 还很中二 可就是感动了我 让我心中那丝想放弃的念头 被一扫而空 第二天 零岁岁火急火了 再次来找了我 他还是那坦荡的模样 楚楚 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不相信 你是信了网上那些舆论 才跟江雨淑离婚的 你要是那么容易信 你俩早离了 见我不答话 他又说 你若真是因为网上的舆论 我去调当时酒店的监控 给你证明 我跟江雨淑当晚 真只是恰好同住了一家酒店 晚餐也真只是恰好遇见而已 他跟江雨淑前天的热搜 已经被压下去了 取而代之的是我要跟江雨淑离婚的热搜 因为昨天 珍珍将离婚协议书送去江市的时候 被不知道哪个缺德带冒烟的狗仔给看见了 或者并不是被谁看见了 而是江家放出去的 就跟江雨淑和林碎碎随便吃了饭 却成了热搜一样 不过是江家一定要逼得我们俩离婚一样 我看着林碎碎 这鸭脸上都写着 你俩千万不要崩 我不想遭殃做接盘侠 我说 我知道 他 你知道你还要跟江雨淑离婚 他急了 因为点啥呀 你们这么多年都走过来了 怎么突然就走不下去了 因为点啥呢 没人知道 江雨淑三年前是用什么手段逼得他父母同意我们这场婚事的 但我知道 当时 他父母打压我们不成功 江妈妈随便找了个理由 将江雨淑骗回去后 江爸再次来找我谈判了 从给你五千万离开我儿子的常规操作 谈到你只会耽误了雨淑的前程 如果你真的爱他 就放弃他的道德绑架 最后连不入流的 你知道的 若我真想打压你 你这么一个小公司 我只要将我儿子送出国几天 没有他 我随随便便就能收够了的威胁话都说出来了 只是我尚未来得及做出选择 江雨淑去而复返 看着他爸说 爸 你怎么样我 我是你儿子 无话可说 但是 楚楚不是你女儿 轮不到你威胁 你们都已经将我赶出家门了 现在还要执意插手我的生活 或者你们可以考虑考虑 就当没有生过我这个儿子 近乎是以断绝关系相逼 磨了半月 二老才终于不情不愿地松口了 但这个沙雕 为了我没有心理负担 转头跟我笑说 还得失走他们的路 让他们无路可走才行 可是 就是他逼到二老松口后 他妈妈被弃得住院了 他妈妈真是被弃住院了吗 不是 不过是跟现在一样 拿捏江雨淑的另一种手段罢了 因为江雨淑在他们同意我们的婚事后 也不愿意再回去江市了 只想跟我一起经营我们自己的公司 高压之下 彻底升了反骨 完全脱离他们的掌控了 所以 得换个柔和的方式 让江雨淑回去 以及 顺带给我难堪 让我也窒息 自己离开 二老成功了 婚后这三年 我时不时就怀疑自己当初脑子进水了 一定要跟江雨淑结婚 爱情就他妈这么重要吗 前路都已经走得这么艰辛 还要一条倒走倒黑 而就在上个月 一场商宴 我跟江雨淑的母亲遇上了 距离上一次 她发信息给我 让我不要参加她的生日宴席 我们已是近一年没见过了 江雨淑说到做到 让我不要再见二老 过年也好 过节也罢 都不再带我回去她父母那里 受那点破委屈了 可即使近一年未见过了 江妈妈见到我 也不忘给我添堵的使命 她十分直白 于楚楚 听说你们在备孕 我告诉你 你休想母瓶子贵 当初同意你们结婚是不得已 现在碎碎回来了 我江家儿媳妇的位置 只能是她的 她见我没回话 威胁我 如果你执意要生 到时候你们离婚 我会让你连你孩子的面都见不到 为了让她这威胁有说服力 她举例 你看 即使我们当初同意你们结婚了 我儿子还不依旧得听我们的 带着你一起回来僵事 被我们轻视 好聚好散 你自己离开 我们不动你的公司 而她威胁完我的第三晚 江雨淑深夜回来的时候 满身疲倦 眼里全是血死 她没有说是为什么 但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那晚 江妈妈吞安眠药自杀了 用死威胁江雨淑 一定要跟林岁岁联姻 想来 江雨淑当时是已经有了妥协的意思了 不然 江家跟林家合作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自林岁岁回国 一年多礼 两人因为合作 一起吃过多少次饭 为何这次却成了烛光晚餐 其实 这样的威胁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只是江雨淑 为了不让我有心理负担 从来不跟我说罢了 我跟她的这段感情 坚持到这里 她已经疲惫不堪了 一边是血缘亲情 一边是我 所以 不如我先放弃 我不想再看她为难了 且 我下意识摸了摸肚子 若没有这个孩子 这些委屈 为了江雨淑 我瘦了 但是 有了这个孩子 这些委屈 我不可能让孩子跟着我一起瘦 我没有将这些话 跟林岁岁说 这些事 跟林岁岁没任何关系 即使今天不是林岁岁 还有李岁岁 王岁岁 江家要的 只是绝对掌控江雨淑而已 就如同江家当初会同意 我跟江雨淑结婚 笨着的 不是我跟江雨淑过下去 而是笨着让我 知难而退的目的 而我们结婚之后 江雨淑依旧护着我 这就让他父母更难受了 三天后 我收到了江雨淑签好的 离婚协议书 还被他改了一些 改成了他近身出户的协议书 我们结婚的时候 江家生怕 我是奔着江家的财产去的 所以 结婚之前防备我的同时 也防备了江雨淑 江雨淑现在 即使是江氏的总裁 但江氏的股份也好 财产也罢 跟他都没有半毛钱关系 他现在对于江氏而已 只是拿工资做事的 高级打工仔 但是 婚后 我们一起经营的公司 也不是小树木 或者可以说 那树木跟江家 已经不相上下了 在这点上 我不得不夸一夸江雨淑 他真是个商业奇才 在我们婚后的这三年 没有他父母的恶意打压下 他帮我将我原来的小公司 做到了可以跟他江氏 抗衡的地步了 我看着离婚协议书 这大概是他给的补偿了 突然想起他以前给我画的饼 让我自己成为豪门 虽然难过 但我还在心里给他点了个赞 离婚后 他兑现了当初对我的承诺 我们去民政局离婚那天 将妈妈跟着江雨淑一起来了 大概是生怕江雨淑反悔吧 江雨淑全程冷着一张脸 倒是十分符合他爸总的人设了 一副生人物尽的高冷模样 他妈一用冷眼看着我 毛子里都写着 跟我斗 你还嫩了点 在我跟江雨淑拿到离婚证 从民政局出来的时候 江妈妈轻蔑地看了我一眼 趁着江雨淑去洗手间的空挡 说 怀孕了又怎么样 我 他知道我怀孕了 他 我劝你打掉 别想用这个孩子再来纠缠我儿子了 你这种孤儿 野丫头生的孩子 不配进我们江家的门 别想用孩子来争财产 我 离婚证都拿了 江雨淑我都已经不要了 我还会继续受他的气吗 当然不会了 我轮圆了胳膊 一巴掌扇在了他的脸上 到时候抱着你江家的财产 一起进棺材吧 我不谢药 豪门 豪门 我自己都已经成了豪门了 就得跟他一样豪横 打完他 我出门了 他欲追过来 刚好江雨淑出来了 他果断放弃了 毕竟这时候他若追过来 我说我怀孕了 江雨淑可能马上就会跟我在原路回去 把结婚证重新拿了 我在上车前最后朝身后看了眼 我喜欢了七年的男人 斜靠在车旁 瞇着他好看的桃花眼看着我 嘴角勤着笑 我猛地想起 多年前 我们最初在一起时 他也曾这样 斜靠在车旁 等在我工作室门口 等我下班 我转回头 深吸了几口气 压下胸口 一阵阵密密麻麻的疼 我以为我跟江雨淑离婚后 紧接着 能看到的就是 他跟林岁岁联姻 或者不是林岁岁 也是其他江家认可的儿媳妇 但我没想到 半月后的下午 江市官方号发出来的通知 却是江雨淑宣布卸任 江市总裁的位置 以及江雨淑跳槽瑜伽 瑜伽 什么鬼 我怎么不知道 我什么时候 多请了个员工 一个小时候 我下班回家的时候 就知道了 江雨淑提着行李 站在我家门口 可怜兮兮说 求包养 我 我 我 半月不见而已 再次见到江雨淑 我的心跳狠狠再次失常了 但我还是努力压下 快要跳出胸腔的心跳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脑子高速运转 江雨淑这时候来 不会是知道我怀孕了吧 江雨淑却没有理会我颇紧张的神色 反而质问我 这就是你拉黑我的原因 我 不是 大哥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这质问的语气 是哪里来的自信 江雨淑还多看了我几眼 突然发现了什么似的 说 于楚楚 你没有良心 我跟你离婚后 寝食难安 你跟我离婚后 胖了 我 咱就是说 有没有那么一种可能 我是怀孕了 江雨淑强行跟我进了门后 我问 你是不是没有搞清楚我们的状况 他理所当然 搞清楚了 我现在归你了 我跟江家断绝关系了 我 他 我说过我一定会解决好的 现在解决好了 我回来了 我 他 你今晚想吃什么 我去做 我 就很迷幻 但江雨淑不给我解释 就一副无赖模样赖在我家里 吃完饭 这人还累得直接睡着了 而我会知道原因 是在第二天下午 零碎碎来我公司谈合作的时候 我问他原因 他给我看了一段视频 一段江妈妈逼着江雨淑跟我离婚时的视频 这一样原本是在我这里没问清楚原因 去江家找江雨淑问的 刚好撞上了江妈妈逼江雨淑跟我离婚的事 于是 顺手偷拍下了 视频里 江妈妈手拿着刀 比着自己的手腕 一字一顿威胁江雨淑 你跟不跟于楚楚离婚 如果不离 我今天就死在你面前 江雨淑反问 你们当初以门不当户不对的理由 不同意我跟楚楚 现在 楚楚的身价 丝毫不逊于你们了 你们这次 要我们离婚的理由呢 江妈妈说 江家绝不承认他 他一个孤儿 野丫头 即使现在有点钱又怎么样 也不过是靠着我将加起来的罢了 或者 谁知道 他是用什么不正经的手段起来的 江雨淑不知是气急返效 还是怎么 嘴角竟是签了签 然后 淡默地看了眼他妈 好 你将来不后悔就行 说完这句后 爽快地签字了 签完后 他平静地看着他妈 问 妈 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知道 你生病是装的 自杀也不过是做做样子 还会愿意接受你的威胁 跟道德绑架吗 江妈妈大概是被他太平静的样子给吓到了 静真跟着他的思路问了一句 为什么 江雨淑 因为你们对我的威胁都是假的 唯有对楚楚的威胁是真的 你们不过是拿捏住了我的软肋而已 江妈妈愣了愣 愤怒了 我们不过是为了你好而已 怎么就是拿捏你的软肋了 江雨淑没回答这话 只是将他妈手里的刀拿过来 说字也签完了 就别再做样子了 我又问 他说跟江家断绝关系了 是什么意思 林岁岁这次给我绘声绘色描述了 因为场面太过剑拔弩张 他没敢偷拍视频 昨天 江雨淑单方面宣布 卸任了江市总裁位置 要来找我后 江家老宅里 将妈妈掏出了熟悉的一死相逼 他指着门口 你今天若是敢踏出家门一步 我就死在你面前 江雨淑轻笑了一声 看向他妈 这招你用过太多次了 从我签下跟楚楚的离婚协议书开始 你这招对我就没用了 别再打着为我好的名义 道德绑架我了 也别说你们爱我 你们从来都不爱我 你们只爱自己 你们也不是不喜欢楚楚 你们只是不喜欢我 没有按照你们的意思 娶你们想让我娶的人罢了 还有 现在告诉你们 为什么 我会跟楚楚离婚 因为离婚后 你们再上门去找楚楚的麻烦 我会帮楚楚报警的 我当初带楚楚回江家 不是因为你们生病高血压 要死了而妥协的 而是你们那句随随便便 就能将楚楚的公司收购了 让他在A城混不下去而妥协的 所以也别再试图用你们的金钱 打压楚楚的公司了 你们已经打压不下了 当然你们也可以试试 我会不会反击 帮他玩垮僵士 毕竟僵士现在若是垮了 对他来说 连道德谴责都不需要背了 既然你们如此容不得他 我跟他走就是了 僵士的一切我都不要 将来你们捐了吧 还有 妈 你要寻死觅活 爸却冷眼旁观 万一 上次你吞安眠药威胁我的时候 真的出事了呢 他从来都没有考虑过你的感受 你真的嫁对人了吗 姜语书说完 大不留心地走出了江家老宅 晚间 我回家 这要感动地抱着姜语书啃两口 却见姜语书拿着我当初的怀孕诊断单 我 于是 我被审判了 他 你原本是打算带球跑的 是吗 我忙将头摇成了波浪鼓 怎么会 我那么爱你 他愤愤然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当然 是因为我恋爱脑 不想你左右为难 打算放弃你了呀 但这话能说吗 不能 就如同他为了我 跟他父母的对质 从来不会跟我说一样 于是我开始翻旧账 无理取闹 你签离婚协议书的时候 也没有问过呀 你现在以神身份来质问我 前夫 他 他描怂 对不起 我 迟来的道歉比草剑晚了 后来 姜爸姜妈再次尝试了对我们打压 不过 无用了 我跟姜语书的公司 已经不是三年多前 他们随便压一压 就能收购的了 所以姜妈妈不死心 竟再次上门来找了我 然后 姜语书真的帮我 以骚扰他人的名义报警了 我 一年后 我儿子出生几个月了 二老终于彻底看清楚 姜语书是不会再回去了 也不会再妥协后 来了我这里 试图将我跟孙子接回去 曾经 口口声声说 我不配进他家门 也不配生他家孙子 跟他抢夺家产的姜妈妈 亲口许诺 只要我回去 将来 姜家所有的都是我跟我儿子的 我喝 不需要 孩子姓鱼 不姓姜 甚至连我儿子的面 都没有让他们见 因为他们不配我儿子 叫一声爷爷奶奶 也不会是 因为他在这儿子里面